我们先收到的视频板 然后就需要需要的拆机工具 现在在机器这边第一步 然后把这个打掉 然后把左边的火灵地线分开 封开之后我们第二步 把把这个卡住 然后摁住卡住之后向外拔 拔下来之后我们把控制风扇的电路线给它挑出 炒出的时候是我们用镊子给它按下去 这个转口按下去之后拔掉 按住 然后拔掉 这个东西拔出来之后要 如果往回放的时候 然后要把这个角要翘起来 让它翘起来一部分 这样才能插回去 这是下一步 然后我们把这个板子 用这个模块去除 去除到这个部位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收到的板子按照原路 全部把这些接头全部插回去 总共是有 这是一条线 然后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线 需要更换 然后到那条十条 然后还有一个位置需要 用电烙链探接 探接这个位置 把整个电路板更换一下 就可以了 把坏的电路板交掉 我们把所有的线路 全部按照原路插回去的时候 全部插回点插没问题了 没问题的情况下 那我们把这个磨块插回去 插回去 然后再把红色线插到红色这边 黑色线插到黑色这边 插的时候应该把这个翘起来 把这个部位翘一点点 翘完之后插回去 再插回去 把220线插回去 把220线插回去 棕色对棕色 蓝色对蓝色 扭紧 可以 把这个扭回 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拍机做测试 就扭了